对于很多人来说 买楼是他毕生的目标 当然很多人都想中个头奖 不用钱就有个单位 但事实上 中六合彩头奖永远只有一个 免费的头奖单位就不是每个人做到 但买楼做按揭都应该得吧? 在这一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买英国楼的按揭流程 而不是英国买楼的按揭流程 因为你是否身处英国对按揭有很重大的分别 在这段影片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如何借钱 借多少 按揭申请流程又是怎样呢? 有没有按揭计划呢? 当我们做按揭的时候 又要准备什么文件 最后都会和大家分享 英国和香港按揭的不一样的地方 不想人云逆云 或者做羊山羊太就一定看完这段影片 无论在香港 还是在其他地方 买楼借按揭其实都是很常见的情况 在英国 一般来说 申请按揭的成功 取决于以下的两个考虑 第一我们大概要知道银行 会怎样批核按揭贷款 其中一样就是买楼的性质 究竟你买来自住 residential 还是买来放租 Buy to net呢? 作为住在英国 有稳定收入的人来说 如果你买楼是自住的话 按揭成数一般会做得比较高 而放租的话 一般的按揭成数会比较低 自住可以做到85%按揭 而放租最多都是75%而已 另外到按揭利息 如果自住的一般利息会比较低 放租的自住按揭利息会比较高 然后到第二样 有没有收入证明 因为有和没有是差很远的 如果你没有收入证明 是很难做到按揭 或者就算做到 其实都不会做到很多按揭比例 基本上有收入就有得借钱 没有收入就很难借钱 大家要留意这一点 在这里要提提大家 如果你做按揭的时候 即使你做汇丰英国 你不要以为你是问香港的汇丰借钱 你是问英国的汇丰借钱 就算你可以全批 其实你都可以选择按揭 为什么要做按揭呢 有几个原因 第一,低息环境持续 即使美国联储局或加息 但是加得来都需要时间 第二,可以增加现金流 多了的现金或者多了的资金 你可以做其他的投资 去得到更高的回报 第三,楼本身是一个很好的抵押品 可以抵押到很多的钱 很多时候其他资产是做不到这个效果的 下一样我们要探讨的就是 为什么要隔衫买楼呢? 有几个原因 有些香港人去到英国 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原来他借不到按揭 或者借得很少 因为很简单你去到你都没有收入 那何来借到按揭呢? 这个令到他们大失如算 所以如果你在香港仍然有份工 而同时计划来一两年会去英国的话 那就可能需要利用香港的收入去申请按揭了 另外也都不少人反映 去到英国发现了租楼不容易 而且开支也都比较大 如果你在出发前已经买了楼的话 那你去到最少会少一个顾虑 因为你一底部就会有一个落脚点 而你的洗肺也是最重要的洗肺 就是房屋开支 如果自己的单位就有预计很多 第四 英国楼价其实已经升了一段很长时间 由2008年金融海啸一直升到现在 只不过去年疫情真的有跌过3-2% 否则这十几年其实都是一直上升 就没什么下跌过来 当然它不会像香港那样 一年升十几个% 但是3-5%应该都会有 除非你买错了盘 讲完优势就讲缺点了 其中一样就是 你看到的照片 看到的影片 甚至乎A长帮你看楼的影片 可能和实物仍然有一段差距 有这个差距 很大机会会在装修费里面反映 变相成本开支就会大了 第二样 你不能够掌握一个区的环境 是不是适合自己的 因为你没有亲身去到 感受这件事 你是亲身去到才会知道 而第三样 换楼是很困难的 一买一买成本高 时间都长 不像香港 楼宇买卖是相对简单的手续 听到这里 如果你仍然想继续了解的话 那就不要错过了 现在开始会和大家说 详细的申请按揭流程 以及不同计划的特性 今次主要集中说汇丰英国的按揭计划 以及将来会主要集中说 二手楼买卖的按揭 不是说楼花 也不是新楼 大家要留意了 因为楼花和新楼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仍然听着的朋友 如果觉得有些东西可以学到的 记得订阅我这个频道 赞好和下面留言 买英国物业 第一个当然是看楼 在英国看楼一般有两个 至三个的网上平台 第一个 White Move 第二个 Super 还有其他的 看到有心仪的盘 下一步 就当然去看楼 跟香港不一样 香港很简单 你指着个鼻子去地产铺 地产代理 就会就着你想看的盘 而带你去看 而英国不一样 就算你要看楼 屋主都可能需要你出示资金证明 没错 看楼而已 进去屋看一下 都要你出示资金证明 所以如果在这个位置 你基本上要准备好一个 三成首期的资金证明 或者你出示到 AIP Agreement in Principle 这件事是银行出的 证明你是有能力买 某一个银马价位的楼 下了这集 运吉的人就会少了很多 所以入得来买 或者入得来看楼 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资金证明 不像香港 有些人将看楼 当为其中一个兴趣 或者一个娱乐 其实自己就没钱买 由于你不在当地 所以如果你看楼 你可能会通过香港的 英国的 又或者通过你的朋友 帮你去看楼 而且在英国 如果你没有看楼 你是不能出示资金证明 换句话说 你无论如何 你都要有一次 下了你名字 或者用你做代表的 Agent 看过一次这个单位 看完那盘 你仍然觉得很棒 打算买了 那你要做一件事 就是出offer letter 在英国 你出offer letter 就要签名 说明你会出的价位 很多时候在英国出的价 开出来就是最低的价 你要比其他人高一点 才可以抢到的单位 这个就要考你的功夫了 跟香港不一样 香港业主开的价 就是最高价 你看对的 很多时候你就向下还价 但是回来 英国开的价是最低的价 最后你买的价 比他在网上开的价 通常都会高的 因为你要跟其他人一起争 其次 有件事大家留意 每一个人只可以出一次offer letter 你就不能弹工手 例如今次出了某个价 然后觉得 可能多人争 然后你改了一张价 再开第二个价 那就没有了 只有一次机会 业主看完你的 background 看完你开的价 还有其他考虑 如果他都觉得 ok 他就会出回 acceptance letter 你要拿着 acceptance letter 还有销售备忘 这样你才可以向银行申请按揭 当你收到 acceptance letter 之后 应该如何申请按揭呢 下一集会详细和大家说 如何申请汇丰英国的按揭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听完有剩的两段影片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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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